来看看新闻网 晒出了两个人的合照 但是对于媒体 杰伦的态度 依旧是把裤进行到底 但是昆林这边 好像开始松口了 去看一下 11月18号 周杰伦乘坐的飞机 准时抵港 没有刻意回避媒体 也没有走特殊通道 只是依然继续 周杰伦式的装裤卖傻 好好好 哈哈你猜 就这样戴着墨镜 嘴角挂着淡淡的坏笑 周董全程不发一语地 上了保姆车 殊不知与此同时 远在台北的轮嫂 就失胜多了 在记者几番追问之下 一股脑全招了 这两个人 或者今天 你就要变成周太太了 谢谢 果然明年1月18号 周董36岁生日之际 也就是他的大婚之日 一向嚷嚷着 想要当爸爸的周董 是不是也已经将生宝宝 提上了议事日程呢 就没有想到那么多 就先把结婚完成 再去考虑这个 乔昆琳已经一口一个结婚 挂在嘴上了 眼看稳坐轮嫂之味的他 竟然还主动秀起了恩爱 我很喜欢做甜点 其实他甜的 他都还蛮喜欢的 娱乐性天地 小编拒绝接受现实 综合报道